那我们每一期呢 这个魔法传送 大家都会传送出来 我们现场嘉宾的 私密物品 然后呢 我们会通过这些物件 来了解他们的生活 然后他们的工作 然后他们的点点滴滴 是的 那今天的主题呢 是我是MVP 说明今天应该来的嘉宾 是非常厉害的嘉宾 打篮球的 对 有可能是打游戏的 也有打游戏的 对 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这样好不好 我们通过 关键词来了解一下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关键词 来了 第一个 横电运动小王子 演员 肯定不是篮球运动员 对 而且应该是一个 拍古装戏的吧 应该在横电嘛 对不对 有道理 这个分析非常到位 这个准确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它是男的 它是男的 话说的真是又准确又简单 我觉得这个信息也变得太棒了 外界 好 我们根本就挖挖这件事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是 我被粉丝难倒了 我被粉丝难倒了 对 一个字 红 有粉丝 没错 而且粉丝能难倒他 应该也挺厉害的 那我们就不敢得罪了呗 不敢得罪了呗 这男的也不咋地 好好说话 在眼神中有好多事故 你给我滚开 滚滚滚开 我现在这样已经开始挨骂了 是吗 我今天就夸他 我们今天尽量地虚伪一些 虚伪一些 但事实上网友的力量 其实是很强大的 是不是 是 我记得您就曾经被网友吵过 对 对不对 是是是 我是网友 还没有到粉丝啊 网友 因为我不是很在意我自己的皮肤吗 我会觉得自己很黑 有一次我上网搜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搜到了 有一位网友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他说我见到过沈梦辰本人 沈梦辰本人根本就不黑 他是蜡黄 他是蜡黄 蜡蜡蜡蜡 还不如黑 我们刚刚猜了一番了 对 所以还是没有太多的头绪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视频 大家就会知道他是谁了 我们一来看看第三个线索 好像是帅的 睫毛很长 还有胡渣 刚才都说是男的了 眼神好深邃 眉毛好浓 同天啊 徐凯 让我们掌声有请横店运动小王子徐凯 有点徐凯 你再看看人家是谁 好可爱 我喜欢 美棒啊 欢迎徐凯 谢谢 谢谢 对 并广大粉丝的要求 会要那个测量一些 测量一些尺寸 什么尺寸 什么尺寸 其实这个尺寸呢我们也想了很久 因为你的粉丝呢提出了很多这款尺寸 但是最后呢提出最多的尺寸 测量你的重量 对 你敢吗 你敢吗 其实我衣服啊鞋子价钱有三十斤左右 哈哈哈哈 我是要在这儿是吗 对啊当然了 你要不要把鞋 你要不要把鞋脱了 鞋脱了吧 不是这鞋太重了 真的 不你相信我把鞋脱 没关系 他可以接受的 等一下 把鞋脱了吧 上去一秒过鞋 是不是你看谁脱了 哎你这个秤是 怎么了 不准是吧 有脸有脸不准 你要不要再把外套脱了 把外套脱了 把外套脱了 裤带裤带这个陈 裤带脱了 项链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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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带皮带有没有重量 手表有没有 那我把裤子也脱了 感觉是大型喜悦现场 好 我太难了 你看清了很多 74.25 没有我在家 裸体量的时候是 71 72吧 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 反正女生上秤的话 就是一定要清晨 然后一定要非常干净 然后头一天一定要是 没有吃饭 然后秤的时候会更快乐 对 你懂了 他就会瘦那么一丁点 脊梁也开心 而且很怕别人看到 所以说每次下秤 我会拿脚点一下秤 让那个数字马上消失 对吧 对不对 说实话作为一个 微胖期的男孩 特别想知道如何减肥的 我也想知道 我用的方法都很土 就是不健康的减肥 就是比如说不吃晚餐 然后熬夜 熬夜 熬夜减肥 熬夜会减肥 熬夜才不减肥吧 熬夜会胖 但是我熬夜会好 就七点以后不喝水啊 然后不吃饭 哇 那我做不到 人家是干熬 对但是我觉得减肥 还是要健康一点 对 就是这种熬夜还是不提倡 对不对 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科学的减肥方法 但其实很难有时间 比如说我们拍戏每次早上五六点 然后到晚上八九点收工之后 回到去洗澡卸妆 再看一下明天剧本都凌晨了 就没办法去运动啊健身什么 然后每天都是重复的都有气 那就不要再熬夜了 答应粉丝 不然粉丝又要难你了 是不是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么爱运动 为什么你的皮肤还这么好还这么白 喷那个喷雾啊防晒喷雾 一个星期我要喷掉两三瓶 就是防晒真的很重要 对真的 但是我跟你讲 珍珠美学也很重要 就像我平时都是用珍珠美学 才有这种灯泡机 健康 透亮 有光泽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他两张照片 是 今天呢在现场就是给粉丝也可以 送点福利给粉丝 对 签名吗 对对 不仅是签名还要写两句情话 好 我让我们看一下吗 我挡住了 你要挡着 你过来 我有个天想跟你聊一下 如果想拿到这个签名照的呢 可以赶紧与我们官方微博话题讨论 然后我们将抽取两名幸运粉丝 获得我们徐凯的签名 他挺会写图儿情话的 我有超能力超喜欢你 这要谁得到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好幸运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起来 赶快去微博讨论一下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魔法传送袋 那今天的魔法传送袋 会传送出关于许可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看第一趴片场MVP 我的妈呀 一个头颅 我的天 哎呦 吓一跳 那个我是头颅 那个太吓人了 对 那个很吓人 哎 你们有没有啊 在家里摆假发的时候 半夜把自己吓死 有有有 我有段时间短头发的时候 然后在家里摆了很多顶假发 然后自己半夜前上厕所都说 这是哪部戏的假发 呃 这好像是招摇吧 还是 对 天下换阵 虚则实止 实则虚止 看到这个都觉得很热 对 尤其是这种三复天的时候 还要带来这个 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太热了 对 而且头发会变少 特别 特别 因为化完妆然后沾头套 他这些沙是要用胶 他那个胶是只有酒精能卸 对 然后他的胶一热他就开 或者冬天怎么样都会一干就会开 然后他要重新给你刷 对 就一天下来要刷个几十上百遍 哇 这个真的是对毛囊 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对对对 就毛孔就全部 而且这个头套还要用氨水去洗 对对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和毛囊 很大的一个考验 对对对 所以拍古装戏的男演员 真的都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给你们一些掌声 游动的 游动的 哇 听说就是你平时看剧本 看完之后做笔记 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的方法一定是不对的 就除了一些很衔接很重要的一些大场的戏 我会去做一些小笔记之外 其他都是一两句话 就带过或者一个词语 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这个剧本的理解和看法 对对对对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天哪 震惊 现在这个女人怎么会抛进我这段迷离间 跟我在一起 过分 现在让她离开 走开 编剧开始创作了已经 事也是有点多 那你拍过这么多戏 那么多角色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和你最像 顾炎真 因为刚播 烈火军像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 是是 我是帅了一点 我是一表人才 但你也不能爱上我呀 我不会喜欢你的 因为她的男主人设比较调皮比较爱玩比较随意 所以她不会像古装那么多束缚和那么多条条框框 就可以很自由很开心的玩 最主要的是可以不用带发套 对对对这是真的 刚刚我看到篮球 篮球是你平时拍戏之余一定会去做的一个运动对不对 对 但是我特别好奇 因为在横店应该有很多艺人都在打球 像你平时的球友就是比较好的球友都有谁啊 有时候会偶尔约一下 横店大学里面的老师 体育老师啊 你还敢跟老师打 你也不是问题是 他在横店已经就是混熟到 连横店的体育老师都认识了 对呀 对对对 这是什么篮球裤 篮球裤那些 而且很真实就起球了 对起球了这都 给大家看一看啊 起球有多起球 看这个毛边了吗 好球啊 看得没 看得没 看看 你这个穿了多久 穿了很久啊 好歹就上节目拿一个没起球的吧 他真的活得很随意 他活得非常的随意 这个是我在你的视频粉丝拍到最多的东西 你经常带这个东西去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也是活得有点随意 他觉得这是他的时尚单皮 这是时尚单皮吗 真的是因为舒服 就是整个脸露出来凉快 夏天的时候对 但这个弄多了真的会发际线变高 发际线变高 这个吗 对我就是我发际线变高很多 对 就是你明知道这个带多了 会发际线往后移 那你为什么还要每天带着它 因为我比较懒 比较懒 不喜欢弄就是弄得很复杂 确实 他确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因为我发现在八号物品上 有一个专门补发际线的问题 发际线粉 对对对 这个我非常知道 因为我也用 这个真的是神器 就是在那个没有发头外的地方 然后补一补就显得颜色很深 我这里都有 我都补了很多发际线色 但是一出汗有的时候就会很悲剧 出汗就会流下来黑水是吧 对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发带 这个太不像发带了 这是记的 对记的后面了 我刚才以为是领带 我以为是领带 我以为他拿了条丝袜出来 西凯平时穿搭好时尚 戴发带的人一般分两种 要么呢非常的懒 不爱洗头 然后就绑一发带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发际线上移的人 我两种全占了 我都也没洗发际线也高 所以才戴这个 你平时很喜欢戴发带吗 对 因为还有就打球的时候出汗 他会往眼睛上流 就很刺激很刺激 刘薇你刚闻闻什么 刘薇你闻人家发带 真的很猥琐 我只是闻一闻这个发带 因为他说他经常不起头 打球的时候用嘛 看看他是不是 还是清香的 还是清香的 哎 清香 闻完了之后 真的有一种珍珠美学的香味 真的 快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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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味道 你知道吗 当我拿到这条发带的时候 我的人生就被绑住了 我的人生就被绑住了 徐凯这个你还要吗 你送他吧 啊不是送我的吗 马薇薇我今天重新认识了你 我跟你讲 说他不要脸电视你 你们跟我都没得拼 对 刚刚有说到那个发带 然后徐凯平时是一个 不太导致自己的人是吗 嗯 对 那你平时的打扮是什么样子的 踢背心都有 然后 就还是短裤拖鞋 然后到处溜达 啊 你平时都这么随意吗 偶尔会收拾一下自己 那如果你要是参加重要场合 穿得很帅气 然后当收工那一刻 你第一时间是选择先自拍几张 留作纪念再脱 还是瞬间脱掉 换成自己生活的衣服 瞬间脱掉吧 我很少拍 即便很帅很帅很帅 你自己也很喜欢 嗯 就自己很喜欢这套衣服 嗯 还舒适 领结恰到好处 不累嗓子 那你这么说我还脱来干嘛呀 哪一件事啊 对 他好随意 好随性发现没有 对 对 就平时生活中好像对自己的要求 好像没有太 就是必须要精致啊 或像就是刘维这样 平时他平时生活中也穿成这样 我们去那个逛街他也穿成这样吧 我觉得人哪都是越没有什么 越想拥有什么 就像我 我没有帅气的外貌 但我是全宇宙最爱发自拍的 因为我觉得照片里的我好帅 可是全宇宙最帅的他呢 从来不发自拍 然后全宇宙最帅的他呢 只穿T恤和那个拖鞋 确实你那些自拍都帅的 因为我天天看你发朋友圈 我怎么会这么帅 对 许凯模仿的太像了 他除了这样的自拍还有 就脸部的自拍 你能模仿一下吗 他大概就有几招那种 对 对 对 是不是 刘维你们做同一个表情 做同一个表情 就这个表情好不好 对对对 来三二一走 刘维的姿势是浮于外表 而许凯的姿势在眼神 对 刘维的眼神中有好多事故 好多事故 事故 事故 事故各种事故 人情事故也会有 每次扔完谈片还得过来剪 因为我记不住词 剪刘维的